彭的原子序为5 平均原子量为10.81 下列关于彭及其化合物的叙述何者正确 A没有同位数 彭的平均原子量是10.81非整数 所以代表彭应该有同位数的一个存在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的 彭有两种同位数 分别是彭10还有彭11 那B中指数为5 既然有两种同位数 所以它的中指数就会有两种可能 那分别会是5或是6 C价电子数为2 那彭的原子序为5 代表它有5个电子 所以它的电子排列会是 第一层2个第二层3个 所以最外层的价电子数应该是3 D.BH3不符合巴域体规则 那BH3的路易斯结构像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B的电子数只有6个 所以不符合巴域体规则是正确的 以NH4BF4为分子化合物 那这个是由NH4正跟BF4负 这样子的阴阳离子 所组合而成的化合物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离子化合物 所以正确的选项 我们选D 然后我们选D CM5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